詞曲 李宗盛 今晚不冷 我想這些應該夠用的 待會兒都安歇啦 是啊 你都趕到這裡 旅途勞頓 早都已經睡了 這也難怪 啊 聖光大哥還沒有回來嗎 他是高峰湧進城 燙風聲 也不知此刻是否平安 呵呵 他只怕不會那麼快回來 又以我的推想 他先向八成和老同事們 迎酒作樂 咱們 就在這裡 再等著一天 好好休息一下吧 子豐姑娘 雖然是說推想 但聽你這麼說來 倒像是親眼看見的一般人 呵呵 這就任君想像啦 陰公子 你也該休息了 熬夜 對休息不好的 子豐姑娘 你 不睡嗎 嗯 我還不累 何況從這裡能看到金城底上 我可以由此 監視妖氣的動向 子豐姑娘 有件事 我一直想要問你 卻又不知該不該問 陰公子 現在還不能說 不過 就算我自己不講 你也已經猜到七八成 對吧 呃 那是我自己胡亂思想 住不得准 或許 就任意所想的一般呢 不說這個了陰公子 風姑娘剛說 她要一個人去賞月 如今 夜色已晚 她一個女孩兒家 孤身在外 總是有些不妥 你 還是去她帶她回來吧 這 這個 我去 不免有點不便 還是 子豐姑娘你去比較適合吧 陰公子 風姑娘對我有點心結 我去 並不妥當 若是你的話 她一定肯聽 我想 還是你去的好 心結 大概是因為 你很聽我的主意 簡直凡事都向我請教 她看了有點吃味的緣故 風姑娘 外表精明堅強 其實她內心十分寂寞 陰公子 你得多陪陪她才是 別辜負了人家對你的心意 這 這我明白 啊 風姑娘 有沒有說 她要到哪裡去 她說 要到北方的小池子去 我記得她是往那個方向沒錯 啊 好 我就去看看 風姑娘 原來也在這 風姑娘 夜色已深 你還是早點回去歇息吧 不 再讓我多喬一會兒 這麼漂亮的螢火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螢火 你沒見過螢火蟲嗎 我只想到盤天裡上長大 從沒見過螢火 燕大哥 你再陪我喬一會好嗎 好啊 不過 這麼不能待太久 直凡姑娘會擔心的 又是指風姑娘 指風姑娘 好 怎麼現在就回去 怎麼了 風姑娘 你 你又生氣了 你只在意指風姑娘的話 我的心血怎樣都無所謂 反正 反正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罷了 讓開 風姑娘 我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 我也不打算讓開 風姑娘 我這人 心思矩頓 說話很不得體 我自己是知道的 如果 我又哪裡得罪了你 我在此向你倒不是 但我絕沒有親你 而中指風姑娘的意思 是風姑娘所知廣播 思慮成我細密 有她做主意 這樣比我來得好 我敬她為前輩高倫 對她並無其他心思 我想 是你想太多了 風姑娘 我知道 其實 我也知道是我自己小心眼 雖然在南月閣那日 你和指風姑娘都那麼說了 我卻還是怕你 心裡在想著她 我一直想著這事 越想的心都越亂 我之前 是從不成如此的 所以我獨自來到這裡閃月 想要收立一下心情 原來如此 那麼 現在好些了嗎 嗯 現在 好多了 不過殷大哥 你 是不是能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只要不是三天害理之事 我自我不允自理 我師父 習慣叫我月兒 如今和老人家先世 這世上再也沒人 這樣叫我的小明了 殷大哥 如果世上 真的對我關係愛護之人 就只剩下你了 我想要 想要你 也這樣叫我 不要在人前 只有在我們兩輪獨處時 這樣叫我好嗎 這 這 殷大哥 如果你覺得不妥的話 我 我 不會勉強你的 這 這當然沒問題 那 那 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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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那 咦 是你們 是我們以前 在綁道上遇上的小姑娘 好想要付得上 咱們過去看看 殷大哥,此女身上能有妖器 我們還是小心為上 既然她與嗜血組隊 那便是有廢底 我們不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臭丫頭 竟敢在我的高級手下弄鬼 今日教你知道我嗜血的手段 诶 巧玉巧玉 原來你們在這裡談心啊 殺人高齊 殺人高齊 沒想到會在這裡遇上你 這可是冤家陸宰了 既然眼裡都到了 精神上的黑氣 想變成你們嗜血的傑作吧 呵呵呵 這道與我無關 那是阻撓鬼和寒無殺搞出來的 蒙族料得到你們會來阻撓 所以命我來此護震 果然 你們以文風而治 不過 沒想到會遇到你們兩個落單的 呵呵呵呵 這塊現成的便宜 我是檢定的 都給我抽來 小妹子 咱們睡不相識 但顯然我們有相同的敵人 只有合力抗敵 放有勝機 這你可能能夠明白 我明白 你們在太行上救過我 我只讓你們飛這些妖人的同貨 唉 待會兒 我替你們的號令便是 那就好 我們遲遲不軌 自豐姑娘 不覺得不對 必定會帶帶火來救 只要我們相互為戰 一定可以順利脫險 嗯 呵呵呵 這十週 已被我下了天羅地墓陣 任憑此地殺生整天 外邊 是半點生息都聽不到的 呵呵呵 你們三個 就準備避命此地吧 那就試試看吧 什麼人 天羅地墓陣 好個陰朵的把戲 還好我手料不差 沒有來得太遲了 子豐姑娘 你們果然來了 憲大哥 你們都沒事吧 這就交給我們啦 你們趕快推過來吧 呵呵 在螢火中 無見衝傻 可是別有一番情緒 高齊 來和我比劃一下如何 哼 可別以為我怕了你們 都不出來吧 不用客氣了 指豐姑娘說的沒錯 這裡被人下了障眼的幻術 都要隱藏此地的本來滅目 幻術乃是平真所散 陰大哥 這幾家路口 不是通往何處 如猛滿中誤入 或許會中了敵方的陷阱 說不定 現在也能確定 嗜血潛伏到精神之中 更不趕快找到他們 京城周圍數十萬百姓 這性命皆岌岌可為 便為此故 如果能有這個洞口 尋到嗜血的蹤跡 就算裡面是龍潭虎穴 我們也非從不可 所謂不入虎穴 淹的鬍子 既然上官老兄不在 待會便給我打頭陣 大家再隨我後頭進去 那邊有勞先與前輩了 小妹子 你跟不跟我們去 我只想去 這些人 是殺我師父的仇人 我只想他們很久了 然而我一個人四孤一單 總是輸給他們 與其如此下去 倒不如像剛才那樣 和你們聯手 只要能為師父報仇 要我怎麼樣都無所謂 小妹子 不要忘這個菲薄 承你年紀輕輕 書法學為可不在我們之下 將來咱們不免要和師邪大戰 需要你處理的地方可多著呢 不過 我們該怎麼稱呼你呢 我叫葉明龍 是師父他老人家為我起的名的 燕姑娘 我們必定盡力 祝你完成此一心願 不過眼前的當惡之急 卻是追索那高氣的下落 小妹前輩 咱們這就下去吧 恩 大夥跟著我來 ** ** ** 保持日視聆